录制现场小鱼答应我们 会试着不再记恨父母 重新开始新生活 然而现场录制结束了 栏目组对于小鱼的帮助还在继续 录制结束一周后 编导再次来到小鱼家中进行回访 同时也给小鱼准备了一个惊喜 阿姨 你好 你好 来 进来 我们那个做的回访 好好 谢谢 来 来 来 这离咱们录制结束 有一个多年期了吧 对 一个多年期了 孩子回来之后怎么样 变化很大 有一个什么变化 当时她不服输那孩子 整个一出了以后 好 回来对她妈可这一路上可好 变化大吗 变化大 爱说 爱笑了 原来从来不跟我们聊点说话 现在跟我们都说话了 每天都出去 是吗 每天都出门 每天都出门 是 每天都出门 这真得感谢咱们这个节目 就是回来之后的这个效果 还是挺明显的 是吧 挺明显 现在吃饭你一叫就出来 以前不行 以前你这一叫破了嗓子 退不大你 现在一叫 蹭就开门就出来 是不是觉得这家里边 一下就有活力了 对 特别高兴 心情我们心情也好了 听到小鱼父母这样的反馈 我们都感到十分高兴 因为回访之前 小鱼的父母就曾经对编导提出 希望栏目组能为小鱼找一份实习工作的要求 原本我们还担心小鱼会不愿意 但是如今看来也是多虑了 然后今天我们也带了一个化妆的老师过来 然后给姑娘做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 然后因为下午咱们安排了一场这个 就是算是面试吧 对吧 然后你们对这个一伙姑娘出来这个形象 有期待吗 有期待 然后那个下午的面试呢 你们有什么想法 就是期望她成功吧 在进行了简短的沟通之后 我们请化妆师为小鱼进行全新的妆版 希望能在下午的工作面试中 给人留下更好的印象 在化妆师为小鱼化妆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平时胆小怕惹的小鱼 竟然和初次见面的化妆老师聊起了天 简单粉饰之后 我们带小鱼去商场购买了新衣服 装扮一新之后的小鱼 看起来非常清爽干净 我们也第一次见到了这个19岁女孩的笑容 充满自信地踏上了面试的行程 那么迎接小鱼的将是怎样的一份工作面试呢 其实在前期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就曾经发现 小鱼在绘画方面非常有天赋 尤其是动漫方面 她甚至还自己设计了许多漫画人物形象 而此次栏目组给小鱼安排的 正是一份动画设计师的工作 那么马上就要接受面试的小鱼 现在是什么心情呢 现在是什么心情 有点紧张 紧张呀 把你那个画都已经准备好了 一会儿上去之后 给他那个老师看看 让他给你个职业方向的规划 好吗 好 那么平生第一次接受面试的小鱼 究竟能不能成功呢 张老师您好 我的闺女今年十九岁了 喜欢漫画 那就是自己喜欢画画 自己喜欢 一般的漫展 我们就去那儿 参观点去漫展 就是以您的专业眼光 您先给看看 他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诚意 第二个就是说 想通过这样一件事 通过他的这个爱好 能让这个孩子 从他以前的那个状态 从他以前的那个状态里走 为了能够让张老师更好地判断 小鱼是否适合这份工作 编导将小鱼上学时候的遭遇 告知了张老师 张老师也对小鱼表示了同情 并决定给小鱼一个机会 我也是听到那个 他们这个栏目组联系到我 说是有这么一个孩子 因为我了解它是一个公益的事 想让它有个实习机会 对对对对 我们是有一些这些方面的需求 就是比如说手绘啊 画画呀 有这方面的需求 正好听见了这样一些信息 我就觉得可能是否它就符合 我们这方面的这些要求 如果说它有这方面的才能 我们也可以试一试 让它留下来或者试一试 看看是不是可以在我们这 寻求一个工作机会 或者说我们可不可以 再给它带来别的学习机会 听懂老师说的这些了吗 应该试一试吗 在进行初步的沟通之后 小鱼也愿意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个工作机会 于是向老师展示了 自己创作的绘画作品 这个是原创的是一个 大熊猫的女人 我特别喜欢她 大熊猫 也想作为主角 这个也是她 还有这个也是一个 大熊猫的女人 但是这个大熊猫是趋势了 你给她设定了有背景 对吧 你对她是有想象 对对 这个是我画的自己那种古装 这画得不错 这个也是熊猫的女人 大概是穿着校服的 这个也是原创的 库画的一个 你自己做的技术图 它算是有一些基础画的吗 有啊 当然了 它是可以说是有美术基础 它用一般的美术鉴赏能力的 最起码我能看到她画画的时候 我能看到她有很好的想象 这一点我觉得是 从事一个艺术创作的人还好 也是一个画家也好 是最难能可归的 包括你对色彩的这个感知力 各方面都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她对色彩 你看她的配色 我觉得那个配色 我就特别喜欢 就是那一张 你把那个 你老师打开看一下 你觉得好在哪呢 我觉得整个的画面是协和的 我觉得是一个没有 经过专业技能训练的孩子 能够画出这种东西 我觉得就已经挺不错 张老师对小鱼的绘画作品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让我们十分高兴 接下来张老师决定对小鱼 进行一个简单的命题绘画的考试 以此来进一步了解 小鱼的绘画功底 之后小鱼也向张老师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问你一下 我来了之后需要做什么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的 比如说你爱画画 比如说我可以给你布置一点东西 你画一画 我们也有一些其他 比较成型的 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可以把那些图片给你看看 你觉得他们画的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能够画出 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你就有价值了 理解了吗 明白了吧 就是你想不想跟着老师 去学三维啊 后来就是珍惜 这么一个机会啊 行 妈妈呢 妈妈什么意见啊 表态 我想大家跟她上的意见吧 您本人的意见呢 在这您本人的意见 我本人的意见 她有什么怎么做都支持 您家里面就是 无条件的支持孩子现在是 对啊 不重要 只要她能走出来 不跟在家那样 就行了 把以前都忘掉 重新开始 这是我们最大言 在经过深入的交流之后 小鱼的妈妈刘女士和小鱼 自己都对这份工作啊 比较满意 但是由于小鱼的父亲 因为工作原因 没有跟随小鱼来面试 于是母女二人呢 决定回家和父亲李先生 商议之后再做决定 我们也希望小鱼 在和父亲商量之后 能够珍惜这次工作的机会 也希望她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能够放下包袱 在工作当中能有更好的发展 那我们栏目组也将持续关注